王Sir, 白症那篇報告出來了 梁慶忠家裡泳池的水 和海肺裡面的水 綠含量和海藻丹細胞的類型 都是吻合 但就發現不到痰花和花粉 那不是完全吻合 梁慶忠的嫌疑就減低了 王Sir, 有料到 梁慶忠送了SR900名貴房車給一個女孩子 那個女孩子的名字叫金海潮 金海潮是什麼人? 幾年前參加過梓京小姐拿第三名 拍過幾部電影 現在是一個半紅包的明星 看來他和梁慶忠的關係不簡單 要不然梁慶忠也不會送這麼貴的車給他 打電話給法政, 我們去金海潮的家 是, Sir 有幾個警察來找你 金海潮小姐 我們是西九龍宗案組 你好, 我是高級督策王卓堅 這兩位是法政部的同事 我們這次來是想問梁慶忠的事 Jason, 你過去說明自己玩意吧 看不到有痰花 Jason, 果汁就好了 我來找你一件事, 你去看一件事 是, 把書按照, 去看一件事 你呢? 你看看一件事 我好, 你去看一件事 我看不到有這件事 我從來在這裡看不到你 你跟金小姐很熟悉? 我是海潮街的男朋友 我陣子都來探望他 對了, 你找他什麼事? 我來問金小姐和梁慶忠有什麼關係 相信你們交情也不簡單 不然他也不會送過百萬的車給你 是的, 我肚子裡的寶寶是他的 這間屋子和所有生活費都是他給我的 你滿意吧 那梁慶忠死了之後 又不見你出來表露身分? 阿忠本來說給我一個名分 但是他還沒搞定就已經死了 我身分這麼尷尬, 我可以出來做什麼? 對, 尹師傅, 你跟金小姐這麼熟 但是之前跟你下過口供 沒聽你提過梁慶忠另一頭主交 我們做這行的要有專業操守 沒什麼必要都不會把客人的私隱泄露 況且現在梁先生去了 最傷心的人是海潮 我不想他受到不必要的騷擾 是嗎? 但是看金小姐不像這麼傷心 剛才還跟那個小朋友玩得那麼開心 還好心 Jason是我姐姐的兒子 最近幸好有他, 我心情才好一點 何況人都死了, 哭了也沒用 生活還是要過的 怎麼樣?還有什麼想問? 梁慶忠在泳池浸死的 你們介意嗎? 我抽這個泳池水回去發炎 你們不是懷疑梁先生死在這裡嗎? 荒謬 算了, 他們以親沒抽 反正我也問心無愧 謝謝 謝謝 金小姐, 在今個月三號 你只是案發當晚, 你在哪裡? 那天是我姐姐生日 我跟了她吃飯, 工人也是陪我去的 我當時也是她姐姐家, 她可以做證 Jason Jason 怎麼這麼愣?沒事吧? 你沒事吧?你有沒有擦損? 走 怎麼樣?Jeff Tim Sir, 你看 金凱潮家的泳池水 跟梁慶忠體內的水 一樣是有綠組、紅組和倫組 連綠的含量也一樣 一公升水裡有0.06毫克 也不奇怪, 我問警方那邊 他們說梁慶忠和金凱潮家的泳池 都是用在同一間保養公司 兩間屋都是梁慶忠的? 難怪用在同一間公司 Jeff, 你在金凱潮家的泳池水裡 找到有檀花的花粉嗎? 沒發現 那就是說梁慶忠不在金凱潮的泳池死? 剛才我們那天在泳池邊 又看不到有檀花 金凱潮和韻天璣案發當日有不在場證據 相對來說, 他們的嫌疑就減低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敏感呢? 你們那天沒見到韻天璣多緊張 金凱潮, 說她姐姐的男朋友 但我總是覺得她的關係不是那麼簡單 這麼簡單, 那是什麼? 我覺得韻天璣和金凱潮有私情 說不定肚子裡的寶寶都是韻天璣的 不過為了罵著大老闆 才把自己的情人送給梁慶忠 那不就像呂不慰一樣 把自己骨肉的召姬送給嬴二人 他不但讓嬴二人幫他養兒 對, 還把王蔚傳給他 最後他真的當了秦始皇 順理成章, 呂不慰就當了秦始皇的仲父 這些案子之前在歷史發生過 但我還以為自己很聰明 你不知道Tim Sir是發聲的百科傳書嗎? 還在他面前獻醜 我真是虛弱 看見你 prepare你 找什麼書找到眉頭全部打個閘 等我幫幫你 幫幫你嗎? 沒, 我今天跟Tim Sir研究案 她問她什麼女不諱、什麼盈異人 她一句也答不到嘴 就來了抄外出壓支持一下 其實那個迎異人是什麼人? 我聽過太多人 迎醫人在戰國時代 秦國公子紫楚 是呂不偉輔助她當皇帝的 你不是讀醫的嗎? 為甚麼歷史這麼熟悉? 看得書就自然會懂 真理睬你 你上次的書展簽名會我也有去 我是你那種粉絲 而且你本書我也有買 你可不可以幫我簽個名字嗎? 當然可以 謝謝你, 你真是好人 再見 再見 原來你就是推理作家古彩來 難怪會這麼多東西 還拿空看很多書, 你玩我的 我何時玩過你 江仔和Tam Sir他們都知道 你這麼白, 我以為你也應該知道 你還趁機踩我 其實我本來打算買這本書 不過現在不買了 那又不行, 這本是我精心結作來的 最多這樣, 我收回剛才的說話 要我買也可以 請我吃飯 那你豈不是很便宜嗎? 你還欠我一頓勁辣比賽 現在兩頓當我一頓就有你便宜了 是不是不想認贖? 不如這樣吧 叫江仔出來吃, 多點人會開心一點 好啊 真是很適合你, 你也很擅長 隨便找到幾本好書推薦給我 請你吃飯又不用這樣賣口乖 我用賣口乖? 待會兒比賽吃辣, 我就贏你了 想好下一頓請我吃甚麼更好 這頓還沒吃完又吃下一頓嗎? 你發育嗎? 那是… 江仔, 你來到了甚麼? 不要緊 不, 世伯不舒服的話 你陪他當然要緊一點 記得叫世伯休息多點 再見 謝謝 怎麼了?光姐, 爸爸不舒服嗎? 是 黃點不齊藥酒, 下次再吃吧 你先三三位 現在兩位可以了 我去等了這麼久, 當然不要浪費了 兩位, 喝點甚麼呢? 先開湖鐵觀音, 麻煩你 好 鐵觀音? 聞到味道也知道這裡的麻辣火鍋夠燙 來半瓣啤酒, 麻煩你 還沒吃, 知驚, 這麼快叫啤酒喝 誰說, 你想怎樣給? 吃辣是我強項, 讓你先選一個窩底 我們的麻辣窩底有小辣、中辣、大辣 還有窩底 甚麼是窩底? 大辣的一十倍 又不用拚命, 大辣就行了 是不是怕? 我忘了告訴你, 我是四川人 就跟我來的窩底, 麻煩你 好 如果你不想錯過 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按下方便訂閱 Scribblah